嗨大家好我是Kevin 今天背景沒有不太一樣 我今天不在那個小房間裡面了 我們今天出來戶外到東區 因為其實男生開始穿搭 多多少少都會想要吸引一下女生的注意 那我自己本身也蠻好奇 到底女生會喜歡台灣近幾年男生穿搭裡面的 哪些風格 所以呢我今天統整了四個風格 有街頭然後軍工裝 正裝還有就是簡約的文青風這樣 那因為男生的風格真的太多了 這四個是我統整近期常看到的 那如果有少的話呢 請大家再包含一下 OK好那今天的目標呢 就是在東區尋找30位女生 來看看他們到底 對男生來的穿搭風格 他們最喜歡 OK那S特派員Let's go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你還會這樣做的遊戲 嗯不好意思我這樣做 喔好不好意思好不好 好各位在經歷被拒絕的六組賽的人之後呢 我會找到 找到第一位願意給我訪問的女孩們了 好那我問你 你看你平常對男生的穿搭有 有在了解或是會探男生的穿搭 最棒 那這幾種風格應該都有 都看過嗎 都看過嗎 你覺得哪一種風格你會最選擇 應該是 這個啊 這個 所以你喜歡簡約 嗯 你喜歡日系的男人 對 那你呢 這個 這個 所以你選擇 喔你拿的不錯喔 姐妹味道不一樣 都不會搶同一個男人的 好不好 那先理好 就是 這四種風格啊 你會最 哪一種男生穿 你會自己看起來 就是最舒適 然後 最合適 這個 好 對 你喜歡簡約一點 那你呢 喔接 可是我也是一樣 姐妹喜歡的不一樣 就不會搶同一個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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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是 對 那 好 各位 我們現在 大概 幾個十七個人 然後我們錄了大概三個小時多 我才找到17個人 因為大家都蠻害羞的啦 然後可能我長像變態吧 就不想給我訪問 因為天色有點暗了啦 那我會再盡量拍 希望今天可以達成目標 GO 好的各位在經歷了大概5個小時多的奮鬥吧 我們終於成功的訪問到30個人 以及60幾個不願意接受我訪問的女孩們 因為他們真的太害羞了 結果就是 結果這樣可以看得出來 最後呢 是由簡約文青絲最多人選的 其實這個結果我還蠻訝異的 因為這幾個月我逛街啊 或是滑IG的時候 常常看到一些情侶啊 然後男生的穿著打扮 就是偏向比較軍工裝這種復古的風格 所以我一直以為今天應該會是軍工裝最多人選 結果我們想到反而是簡約文青這種風格 是受到比較多女生的青睞的 看來女生跟男生的想法 還真的是不太一樣 對他們來說呢 可能這種乾淨簡單的風格啊 是他們比較能了解或是喜歡的東西吧 但不過我要強調 因為 我們畢竟只訪問了30個 並不是全部的女生 所以這東西呢 就是 請供大家參考 然後 在穿搭的時候可以有個參考依據 這樣 好那今天就這樣 孩子特派員 我們下次見 我想什麼 那個 臉呢 對 好 大家會好奇為什麼 我們每張照片呢 都要用這個 套實的臉 把 model遮起來 就是因為呢 我是覺得穿搭呢 就主要focus在 衣服的搭配 然後 我怕有些人會問了 會因為臉去選 所以才把他們遮起來 為了公平 有些人會問了 有些人會問了 好奇妙 好奇妙 你會說 你會說